大人有时候会吓小孩子说 你不乖哦会被警察抓起来哦 这有可能是真的自己送上门去的 台中市有这位老太太 她的孙女儿在学校里面 调皮捣蛋啊实在管不住了 她把孙女儿带到派出所 请警察先生帮帮忙来教导她 警察呢真的扮起了白脸跟黑脸的 吓得妹妹一直掉眼泪 说以后一定会乖啦 阿嬷带着孙女走进派出所 原警才说了两句 绑着马尾的小妹妹就当场被吓哭了 直见小妹妹一回拿右手擦眼泪 一回拿左手揉眼睛 眼泪流个不停 因为坐在她正前方的这位警察叔叔 跟她说了这番话 这时候蹲在一旁的女警赶紧改扮起白脸 安抚小妹妹的情势 阿嬷坐在旁边 啥话也没说 原来是因为小妹妹在学校调皮捣蛋 阿嬷实在管不动了 只好拜托远警合眼了这出戏 女警当白脸 然后男警当黑脸 然后半红半片 我们就请她写她的名字 然后写阿嬷的名字 就说以后我就要 以后我要好好的照顾我阿嬷 孝顺阿嬷 要当个乖小孩这样子 小妹妹才小学三年级 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和警察讲话 更别说旁边还有手铐和拘留区 光是看到就吓得半死 但偏偏爸爸妈妈长期在外工作 阿嬷无忌可失了 亲自带孙女到派出所走一趟 心想能吓唬一下 不了效果真的不错 小妹妹信以为真 最后紧紧靠着阿嬷旁边 和袁景说 我以后会乖乖的啦 这一期为韩志行方品文台中采访报道